車輛車輛,你只會想起CL7,EK9,DC2,FD2,GolfGTI,SRocco和CLA 但其實在70年代這些車通通都不入流 因為它們不存在 那甚麼是車輛車的70年代 當年是豐田的世界 是豐田施力甲的世界 亦都是沙華仔的世界 你又運行了 我才是沙華仔 你只是小沙 上車吧 很容易駕駛 又是豐田的感覺 那個波棍,手感很奇妙 很清脆利落 你感覺到有很多空間 剛剛好 但很不習慣的是子彈鏡 我看左邊是沒有東西的 用不需要馬上說 你沒有東西,你報王 不是,那些是曹操掌 我看過來了 嘩 嘩 這部位置很綿 很綿 從廣播度一扭出來 很不錯的感覺 很正確 為何你開始時已經施力架 我覺得在70多年 最早的施力架 也有50年歷史 50年而已 要麼有很多脾氣 要麼有靈性怪 完全不是我們年代的東西 我會以為很難做 所以不是一貫豐田作風 但它的波子很輕 很極致 很輕的 唐軚沒有風華軚 但正常駕駛時不算很重 不需要很延遲的技術去駕駛駛 腳踏擺位的人體功是正常的 不要說古靈精怪的波子偏向一邊 始終是由右軚車 它做出來是由右軚 所以 果然豐田在70年代已經共識了 需要做一些容易駕駛的跑車 故事也很流暢 為何這車在香港很流暢 很多人 或者以前玩車的人 都會對於薩華仔 我從小到大已經聽過這個名字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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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 Cam 機器的聲音很好聽 好像那些NAMX5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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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力架是完全和我們年代無關的車 在第一輛C力架 我們成長的已經是圓硬 色學獎GT4 或者是尖 第七代末代的C力架 尖燈那一輛 我記得這輛駕駕駛是有多拉一蒙尖遲的 不是車色,是玻璃貼細細穿 所以我對這輛車是很有印象 而且說真的,那個年代 你有過前都玩新的車 那輛車不是很流行玩 Casica 我讀書這輛已經是Casica 但始終Casica這輛車不是很潮流 那輛車很有趣,有駕駛駛駛這樣的車 其實當年他父親和他父親 這輛車出生時,可能他父親都很年輕 我懷疑可能是等於我們買回一輛LT 買回一輛Traser 因為用來飛的人應該是60年代 說得了你爺爺,做得了你阿公的背份 說這輛車1970年,全世界推出 1970年我父親都十歲 他已經拿著陸油卡 他都十歲,可想而知 當年真的駕駛這輛車 第一批,當是新車駕駛的 現在是多少歲? 座底都50年 七張,一定是70歲 我們剛才看回這輛車的施力架 他在澳門的戰績都相當飆病 是七三五年冠 連續五年在澳門都拿冠軍 其實往往在賽場上有好成績 你在公主道、窩打路道 這些飛車勝地 都會大受捧場的蹤影 一定有他的蹤影 當然,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真的不是 他出來煞車的時候 我們還未承認 我們還是上一輩子 對嗎? 我們上一輩子就可能是駕駛這輛車 可能我們已經老了 不知道 以我所知 他真的輪流為一輛飛車車 應該是80年代 70年代這輛車新車的時候 都不是說平民跑車 但也不是說平民得那麼… 因為當時車都不是很平民 即是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一輛車是很貴的 說幾皮的一輛車 所以是平民跑車 也不會便宜到那邊 其實我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趨勢 好像現在在YouTube拍片的老前輩 說他們可能有車牌是80、90年代 到他們買便宜的飛仔車 這輛車是AE86 Levin 、明燈那些 他們很多個都有 那些人經常說這些 湯也沒有人要 那一輛幾元的 一元的 幾千元 一元吧 這輛車 這輛車 其實當年誕生是因為60年代 Muscle Car 或Pony Car 因為1964年 Ford 退出了Mustang 其實是一個很傳奇性的車系 傳奇在是給了一個希望萬千的住家男人 原來是可以玩跑車 原來我可以用了一輛型的房跑車 說實話,Muscle Car 是不是好跑車呢? 我想可能1964年代的標準是對的 但現在就算看一輛2023年的Muscle Car 是不是一輛跑車呢? 依然是值得雙確的 但總之給予了一個希望 萬千的美國男人 而在東洋方面 六多年的時候 Toyota 都剛起步 做Corolla 、Land Cruiser 、皇冠 令你做到齊心 1964年 1964年,日本競爭開始起飛 1970年就是東京開辦的西伯 西伯 對,西伯 西伯 他們其實很想作出一輛車 告訴全世界 我們日本人一定能作出一輛跑車 正正有了Musstac 一個很好的案例 他們就自己作出一輛Pony Car 其實和Mustang一樣都是取材自當時的房車 Karina Mustang也是那些Valcon Mustang其實是建基Valcon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很需要自己一個Ground-up的跑車底盤 我覺得不太需要 它以前有2000GT 但2000GT當年是等於LFA級 所以沒有人買得起 其實這輛車就像70年代的GT86 是吧 Lexus 推出LFA之後 等一會再推出一部大家能買得起的跑車 那就是Selaga 再加上Toyota的車系慢慢有演變 Supra 其實都是來自它 Henry 其實都是衍生至後來二、三代的Selaga 一些特別款 之後再生了一輪 有XX XX 有什麼意思 我看過XX XX好像是Supra 類似那些 總之很複雜 整個軸圈是很複雜的 Toyota的軸圈是很複雜的 Crown都是這樣的 一時又走過去又誕生了另一象 Anyway 這輛車是沙華仔 香港人最熟悉的 它所謂的沙華就是它的U型的Chrome Bumper 以及它的頭上 剛才我一直跟車主在團工拍攝這個Rolling 我發現它的沙華仔 原來遠一點看真的有點相似 它的車牌和U型原來真的有點像反斗車王 郭文輝 是有點相似的 原來真的有的 我有時會看得出來 有時會覺得 你這樣近看就覺得沒什麼 但你遠看就有一點點哨雅的樣子 所以就算我老爸這些不懂車 一跟他講沙華仔 他都會知道是什麼車 這個名字真的很加傳無曉 對 再加上這些 那個年代很機械的聲音 對 但其實聲音大大 它又不是很快的 說一架叫1600GT版 它走一個Twin Solax Carburettor 即是馬級 兩個急必打 即是Twin Cam 機器 當年Twin Cam 機器是跑車才有 一般來說都是單 Cam 再多能一點就只有一筷子計 OHV 對 所以Twin Cam 當年來說是很厲害 能夠背落 這款2TG 機器 其實都放在很多不同的風田車 Carena 一定有的 沒錯 但擺了一個Selica 外形那麼殺食 整個日本Mustang 日本Pony Car 正常 它自然而成為一個Legend 對 但是說真的 它的懸掛設定 其實當年的造車科技 都不會有什麼Multi Link 當年Benz也未發明到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前面獨立懸掛 後面都是一條Live Rear Axle 있고 86 直到差不多 披時幾hill 開始 從以現在的標蹟版度看 對方貫忙的 是粗糙的 好像3Live Rear Axle 雖然是粗糙 但Pony Car 從來都沒有說過好彎 Muscle Car 和Pony Car 只要靚 對 只是玩直路 這輛車的聲音 軚盤的質感 這輛車完完全全好像回到80年代 拿著這輛車 上車 去Merry Lodge 接女校生 Merry Lodge 什麼都好 別騙別人 總之去車輛名校女生 馬上就 若果你那年代駕詩人家追女生 留言告訴你 我很想知道當年那些 我擔心留言後 她老婆不讓她看 隨便吧 可能是那輛車 但真是非常好 其實香港是不是很多都是GT 版 因為其實它有很多版 有ST E E 版 有LT E T ST GT 還有G4的 對 香港 車主所說 很多都是ST 版GT 因為樣貌分別不大 腹底馬力也有100多匹 以當年的標準來說 而且要版GT 也不太難 即是拉壓花 身體器 弄一下壓尾仔 沒錯 但當年拿來飛的都是GT 這輛有120多匹 風直扭力140多Nm OK 你想想當年的便士 我記得W123 時才只有100匹 你想想這輛110多匹 就等於現在應該200多匹的車 即是跟現在GR860差不多 剛才那輛車還不是很重的 你不要看它四四方方 對 其實它比一曲更加輕 它是最輕的是800多匹 重的都是剛剛到1噸 其實這個Power to Weight Ratio 二方年來講夠做的 我明白些人現在駕駛私力架 真的不是拿來飛 不是拿來快 對 沒錯 是 Within the speed limit 之後可以給到最大的那種 七八十年代的感覺 好好feel 真的很好feel 當然你說你拿來做腳車行不行 都行的 但聽車主說 這車的水溫 現在也是 是好逸不達90度的 好逸不達90度 接連駕駛 基本上你引擎一著 它的風扇就和你 就和你 而且它的風扇 像是一副軸這麼大的 基本上它的冷水溫一定沒有問題 就算它用原裝的銅水箱 也沒有問題 不用改 用梯水箱 不用改 其實今時今日 要體驗到當年 為何這輛是一輛很快的飛仔車 我覺得這輛是有點困難的 我覺得有點困難 當年有這樣說 那些經常都說 老龍是飛車性地 當然老龍沒有那麼多車 可能條路是比較好飛 沒有那麼多車 沒有那麼多汽車 還有 那個年代 大家沒有見過所謂Tesla 什麼東西的 你的速度不是那麼普通 以前是要靠技術去取成的 所以真的 你想想我們那個年代 都是那些Andrea Miner 我一陣子開始有得勝的 Sunny 120 那些車 這輛真的是跑車 真的是跑車 其實當年這輛車 除了在澳門 有很好的成績之外 當年在日本 外國的Rally 賽 它都有不錯的成績 當然我始終不是一個賽車迷 實際贏的那些什麼 都不知道 我又不太記得 但總之就很厲害 總之我記得那些雙色模型 是有它的份 廣點的 說真的 如果做模型的盒子 是有這輛車的賽車視樣 就證明那輛車應該是有些成績 那時候也很流行 KP GC10 Skylight第一代就是這些 這輛車很好駕駛 很脆 但它沒有一種 你很需要 你很容易溝通 有時我會覺得 60、70年代的車 例如Anglia或Miner 開始嚇怕我 有時跟爺爺聊天也要坐一會 有Generation Gap 但這輛車 故事上我有Generation Gap 但駕駛起來 當它是一輛80年代的車 其實那個心態 當是80年代的車 都沒有問題 90年代 有些車都可能會爛駕駛 即是下來跟你在維園踢球 它還可以跟你踢球 即是它不會吹到兩嘴 有這樣的感覺 但它的角色依然是一輛平民跑車 我覺得現在C力甲的地位 已經是被GR86取代了 其實當年AE86 做出來不是認真是一輛sports car 後來是否發現它可以很注重 還有它的頭髮也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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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我覺得它比Honda走得更前 做飛仔車 你想想 它出現C力甲的時候 還沒有C力甲 70年是沒有C力甲的 但我這樣看它 我常常幻想不到它是一輛飛仔車 因為它在現在這個年代 駕駛它是很有味道 即是你會覺得好像 我沒見過它真是X前七的樣子 到我們出生的時候 這些已經變成了一個古董車禮 即是要見到它是塵散爛 沒有人腰 那個Generation 應該是80年代 90年代頭 90年代頭應該是水尾 你想想 其實80年代的車 整個設計是很space age 有些四方方的車是難處理的 穿四盆圓燈 是真的舊的 還有我發現以前的車 10年已經很殘 現在我們10年 一輛FREED 也十年 不是很殘 但以前的車 降水和油漆工藝 都可能有限 所以很多時候 打理都不好 已經殘散爛了 到今時今日 保存下來 說這些70、80年代的日本車 還能走走 是很難都很難 我真的載舊一點的車 60年代的車 未必有這樣的重量 讓你去駕駛 50 年代的車 更加不要說了 即是質感是更加強勁 但是我就開始有generation gap 對,那個遊戲越來越大 來 其實我幻想自己在東浪洋 那個Pit Lane 我一路在網場 大便 那輛安全帶 真的滿臟掉 我想17,000、20,80 6,000、20,70,60,70,70,70,60 快點1,60.80,60,70,60,60,80 GTV 是的 講so GTV 又私力帶都會有GTV 有嗎 你看看 有 你看看 當年我們剛剛有提及 LT,ET,ST,GT 是的 最貴又最罕有 它已經是GT-V 是 那VV是甚麼 Victory 對,Victory 你一群 就要努力 沒錯 由於當年私力假落場 真的是Victorious Victorious Victorious的關係 它們推出了GT-V版 當然要有不同的GT 所以它是減少了豪華的設備 例如呢 變相是Track Focus版 就是輕量版 輕一點 就像這輛車一樣 算是最豪華的私力假 有電窗 有電窗,有冷氣,有收音機 有燈 如果GT-V就沒有了電窗 我不知道實際少了甚麼 因為私力假真的很亂 有些GT又不是TuneCAM 有些GT-V 有些GT-V用4速 GT-V用4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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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V用4速是棍波 不是自動波 在美國也有自動波 當然這些很少油 我相信沒有甚麼人去收藏 好 好久沒有試過一輛 哎呀 手下水 Freddie Mercury 好了 沒試過一輛是令人那麼猥心微笑的車 對上一輛可能真的是GR86 那種猥心微笑是我可以回到那個年代 感受當時的人駕駛這輛車的感覺 當然對比起如果你說數字派 不行 我想提醒你一句 幻想你回到當年 因為我們沒有 完全都不是那個年代 雖然不是我們的年代 但是為什麼現在會有人穿漢服 會開一些復古Cafe 要玩Cosplay 扮一些古代人 扮秦始皇都有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們想體驗一下 以前的人 懷緬一下那個年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現在Y2K那些都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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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有Nostalgic 其實就是體驗一些我們沒有體驗過的生活 而這輛Celica 我覺得是我們沒有體驗過的 但是我覺得體驗過 原來真的挺正的 對 我才明白一些人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或者這麼鍾情這一代 或者是原早的Celica 沒錯 對 觀眾們 不知道你有沒有駕駛這代Celica 如果你是當年的飛仔 是靠這部東西 扮女 我們很想知道你的故事 我怕他們的老婆不想知道 可以的 老婆不會上網 我們吃東西 餓了 吃東西 除了Like 和Subscribe 還要記得按一下小鐘 鑽仔ia